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雨晴的虹星 我是主持人張曉廷 今天請到李永林老師 永林哥來到現場 雅清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不是我們要講 9月份的時候 永林哥來上節目 當時就告訴大家 台積電重回千元沒有問題 不只回到一千塊 還突破來到一千一 所以接下來大家又要再問呢 一千一可以買嗎 還是一千一要賣嗎 OK 對 最近真的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大家都在關注 OK 我們先下個結論好了 那台積電的一千一 有可能是今年的天花板 有可能是 不是一定會 因為還要看這個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美國股市怎麼走 那第二個呢 就是呢 他一千一是今年的天花板 可是應該會是明年的地板 哇 那買啊 哈哈哈哈 在沒有其他因素干擾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買的 好 所以一千一 現在呢碰到之後 現在又拉回了 對 但他拉上去的時候 其他股票都沒有動 是沒有錯啊 其實呢台積電他有個工作 其實他有個很巨大的任務 因為他在台灣股市呢 他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他扮演的角色是 這個苦力的角色 什麼叫苦力呢 他就把這個屋頂呢 往上面抬 撐高 把屋頂撐高 一直往上撐 然後呢讓其他的股票呢 有活動的空間 但是看起來目前沒有什麼空間 怎麼都不太動對不對 應該是說因為現在這個市場上呢 其實大家都憂心忡忡 你知道嗎 為什麼憂心忡忡呢 因為呢 大家會很擔心就是說 美國總統大選 那到底誰會當選總統啊 那選完了以後呢 會不會有什麼股災啦 會怎麼樣 大家就會胡思亂想 你知道嗎 因為不確定的因素嘛 就會胡思亂想 那因為胡思亂想 所以大家都不感動 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近呢其實法人 尤其是外資他們是很感動的 那這個一般的散戶呢 反而是很不感動 對 那麼所以呢 最近的這個股市呢 就呈現一個膠著的狀況 對 所以大盤的部分 今天就帶大家來解析一下 沒錯 那事實上呢 我們是認為說 對這個未來的行情呢 我們是抱著相對樂觀的態度 那當然剛才我講了 美國總統大選是個很大的變數 所以呢 它是在這個系統因素之外 系統之外的因素 所以這個我們比較難去這個判斷 譬如說現在到底誰會當選 我們很難去決定 所以這個不確定因素太強烈了 所以呢 就是造成我們最近大盤呢 在這邊震盪的一個原因 可是呢我們看 相對看好是比較是有原因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呢 因為這個大盤呢 已經完全填補 7月17號第一個下跌跳空缺口了 當時呢 從24416跌下來的第一個跳空缺口 已經完全填補了 那第二個呢 均線形成多頭排列 這個兩個呢 我們等一下看圖跟大家說故事 好第三個呢就是呢 法人大部分還站在奪方 可是散戶卻居高自衛 就我剛剛講的 那第四個呢就是呢 大家注意看啊 10月18號的時候 外資買超了566億 它創下史上第五大買超 對不對 那第五大買超呢 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等一下給大家看個圖表 那麼我們簡單的講就是說 下個結論就是說 史上外資前九大買超之後 短多的機率高達78% 也就是說前面九次呢 這個前面九大的買超之後呢 只有兩次是立刻就下跌的 那兩次為什麼立刻下跌呢 因為發生股災 一個是2015年的股災 一個是呢2007年的那個金融海嘯 只有這兩次 只有這兩次對不對 因為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 雖然是分成兩次 就兩天而已嘛 對 可是我們把它合成一次 因為呢它是6月20跟6月21 所以就接連兩天 所以我們把它當作一次來看 好 那這一次呢 是這個566是這個史上排名第五大 那大家這中間的呢 因為這個比較細 我們就不管它 我們先看最後的結論 那大家可以看 這個短期波段上漲 長期波段上漲 短期區間震盪 短線先漲 然後再區間震盪 那這裡呢 第四個呢是先跌後漲 而且是短線的漲 那在第六個呢 是中期的漲勢 然後短期波段上漲 短期波段上漲 所以你可以看 都是漲的 對 九四裡面有七次是漲的 那在 所以呢我們就下個結論 在正常的狀況之下 我們是認為說 這大盤雖然在短線上呢 這個稍微震盪整理一下 可是呢 終究它還是會漲上去的 這個是大家可以注意的 那另外呢我們剛才講到了 就提到 它這個有填補了這個跳空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 7月17號這個跳空缺口 它的位置在23450到23650 這200點的跳空缺口 那在上禮拜五呢 已經完全填補了 就是在10月18號那一天呢 它最高來到23713 它是完全填補的 那完全填補之後呢 那我們按照跳空缺口的理論 它下跌的時候 它出現了三個跳空缺口 這裡第一個 這邊第二個 這邊第三個 這邊出現三個跳空缺口 那第一個跳空缺口 叫突破缺口 那下跌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叫跌破缺口 那麼它如果是填補到 第二個跳空缺口 表示怎麼樣 它算是一個終極的反彈 終極的反彈 那反彈之後 還會再往下去探底 可是這一次呢 它是把第一個跳空缺口 都填補了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它很有可能會展開一個回升的走勢 不是只有反彈而已 所謂回升是怎麼樣 是回到這個起跌點24416 也就是我們史上的最高點 所以這就是我認為說短期之內呢 我們的這個大盤呢 我們比較樂觀的原因 那另外我們從週限的角度來看 或者是比較長期的角度來看 那麼週限呢 我是認為說呢 就是10月最後的一個禮拜 那它是一個時間轉折點 它見到高點的機會是比較大 那即使是見到低點也沒有關係 OK 那我們再過來看 那美國股市呢 現在是正在這個進入超級財報州 尤其是高科技股的超級財報州 那其實是對多頭比較有利的 因為呢第三季一般來講 這些高科技股呢 都是他們的營業的旺季 那所以呢這個超級財報州的財報 應該表現都不錯 那美國股市有個特性 就是說當他們進入超級財報州之後呢 他們的這個這些的指標股 指標股呢 如果他們的這個財報 還有財測表現是優於市場預期的話 不但他自己的股價會大漲 那連他的連同呢 他指數也會大漲 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我們台灣有什麼利多出境 利空出境的 人家沒有人家比較 就是直接反應了 所以美國股市比較好做 我們說句實在話 OK 好 那進入超級財報州呢 那所以呢對多頭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呢在已經公佈財報的 像S&P500指數裡面 到目前為止已經公佈財報的 其中有75% 他們的財報的表現是優於市場預期的 好 然後呢 不過呢 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美國總統大選在即 所以官位基本很濃厚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即使是法人啊 像本土的法人 其實官位基本也很濃厚 因為現在大家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很擔心就是說 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會不會他又出些什麼怪招啦 什麼大家會比較擔心 所以大選前 不管哪一個地方都一樣 是 對 沒錯 大家都等著看嘛 對不對 那除非是說這個勝負 在民調來看 差距非常大 可是呢以現在來看的話 現在來看雖然現在民調 有很多的民調 看起來川普已經 好像會贏的樣子 可是呢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這個這一些的民調 有一部分 尤其是最早的時候 在前兩個禮拜的時候 有一個民調是表示說 川普的他的這個支持率呢 已經高達62%的樣子 61% 62% 大家一看差距這麼大對不對 他是不是穩當選了 可是大家記住 那個民調呢是誰做的 是那種加密貨幣的那種組織做的 你知道 因為大家都知道 川普是支持加密貨幣的 所以呢 他希望他 他們的民調他就比較高 這個民調就是你設計那個問題 對 很有關係 所以這不一定嘛 所以呢 關鍵氣氛比較濃厚 那最後一個 是中國大陸呢 現在陸立振興經濟 對 入股前一陣子 是 對 其實前一陣子他們的 所以我先就是大概先提一下 入股前一陣子之所以 會有一波的飆漲 是因為呢 大家看到哇 這個中國大陸政府呢 他開始這個大撒幣 對不對 撒錢就是 那可是呢 撒錢是另外一回事 你真的要振興經濟的話 你一定要有一些經濟 振興經濟的措施要出來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其實並沒有看到很明顯的動作 所以他回檔也很快 對 所以他回檔也很快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樣子呢 其實他是對的哦 其實中國大陸政府是對的 因為當時呢 為什麼會回檔的速度這麼快 是因為呢 那個時候呢 他們的發展部就是 應該講說 像是類似像我們的經濟不一樣 他就講說好 來 我們呢 準備要有一連串的這個措施 救市的措施 要振興經濟 結果呢 他召開這個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他什麼都沒講 他只有講個大綱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要 就是呼口號一樣的意思 那所以大家就很失望啊 那很失望 可是呢 如果我是中國大陸政府的 這個有關人員的話 我也會這麼做 為什麼 因為我才剛剛撒錢出去 我要讓子彈飛一下 我才能看到 我看到結果以後 我看到我的動作夠不夠 或者是太過了 或者是不夠 然後我再來調整我的設計 那我 然後呢 我的這個經濟政策才要 這個一步一步的追出來 這個才是正確的 所以呢 我是 我是對中國大陸這一次的動作呢 我是抱著一些的信心啊 那就是說 他們如果呢 中國大陸的這個經濟 真的能夠回春的話 振興起來的話 那其實對全球的股市 都是好的 OK好 那結論就是在10月底之前呢 震盪走高機會會比較大一點 那可是選舉之後呢 或許會有慶祝行情 或許會有慶祝行情 那為什麼會有慶祝行情呢 因為兩個人都主張降息 那尤其是川普 他主張降息的幅度要更大 那第二個呢 川普他要降企業稅 要降企業稅 降企業稅 他主張的降息幅度是7% 要降息7% 7%什麼意思 就是呢 每一家企業呢 你有賺錢的企業 你的盈餘會多7% 很多 這個很恐怖耶 你知道嗎 這非常恐怖的一個數字 像上一次呢 2016年這個 川普當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企業稅呢 一下子降低了14% 結果美國股市 大家還記得嗎 2016年一路狂飆 從年頭狂飆到年底 所以也讓大家有一點期待 是 沒有錯 那不過他之後呢 有一些的政策 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這以後我們再來講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呢中國大陸的 振興經濟奏效的話 這兩樣加起來的話 那麼美國總統之後的一個慶祝行情呢 我覺得是應該可以值得期待的 好 所以周縣看到了 對 那我們看周縣呢 以周縣來看的話 現在呢當然 大家會比較擔心的是 因為這一波的漲的這個斜率 不夠 這個角度不夠陡峭 那這個看起來呢 就比較不一定 是不是能夠突破24416 可是呢我們用這個時間轉折來看 我們從這裡 這個是8月5號的那個禮拜 8月5號那個禮拜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8月5號當天呢 因為呢這個在8月2號的時候 日本升息呢是日元大漲 所以呢美國股市啊 這個台灣的股市都大跌 所以8月5號那一天呢是 最多的時候跌了1807點 那所以那一天呢就跌到1962點 那那個禮拜 我們當作第一個禮拜來算 大家看喔 就用費波南茲係數來算時間轉折點 他的轉折是5、8、13 那我們看第5週跌下來 第6週果然漲上去了 第6週漲上去了 第8週漲上去了 第9週就跌下來 那麼到了這個10月21號的這個禮拜呢 是第12週 那10月的最後一週是第13週 所以我們簡單的講就是說 如果呢我們現在看 如果說第13週 它是週限收黑的話 那麼第14週就是呢 美國總統大選那一週 就有機會收紅了 10月最後一週呢 那週限是收紅的話 那其實只要 只要總統大選之後的那一週 它能夠收紅的話 那後面就應該會有個波段的漲勢 所以連兩週如果都紅的話 對 可以再期待 那最壞的情況就是呢 如果是10月底那個禮拜是收黑 那可是11月初的那一個禮拜 那能夠收紅 也沒問題 對 剛才我講了台積電呢 1100塊 大概是今年的天花板 可能啦 因為呢如果說這個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確實有個選舉行情的話 那誰會領頭衝 還是台積電 對 所以呢 大家抱穩了 對 OK好 那麼 當然萬一沒有行情的話 那也沒關係 明年還是有機會 對明年還是有機會 OK 所以呢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要來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我會這麼的有把握 這麼有信心 那麼其實大家可以看 我們用兩個算法 來算這個台積電的目標價 第一個呢 就是用ADR的來算現貨價格 台積電ADR來換算現貨價格 它的高點滿足點大概會在哪裡 台積電ADR的歷史的最高價是 212.6美元 那我們換算成現股的話 大概是1363塊 那1363塊呢 可是呢台積電ADR通常 跟現貨價之間都會有個價差 我們這個叫溢價差 就是台積電ADR的價格會比較高 那高多少呢 通常是高13%到17% 所以呢我們用1363 除以1.13跟除以1.17的話 就等於呢 12005塊到1165塊 就最少也可以看到1165塊 對 那就差不多還有100塊 對 OK 所以呢 這就是我講的 今年的高點是不是就是1100 這個我不敢講 那有可能會突破 好 可是我們就算是今年的高點 就是天花板價就是1100好了 那我們就預估明年的 這個目標價是多少 那我們現在先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就是呢 外資給予這個台積電的 它的這個本益比 20倍 是20倍的本益比是買點 30倍的本益比是賣點 這個在歷史上呢 這個驗證了很多次 那麼所以它有個中位數是25倍 那25倍是個正常情況之下的壓力點 滿足點啊 好那所以我們來看 那因為今年的預估呢 這個台積電的EPS大概是44塊了 那明年如果沒有出意外的話呢 它的預 我給它的預估的EPS是55塊 所以我們用55塊乘以20倍的本益比 這個就是外資給它的買點 是多少 1100塊 就是支撐價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過 中位數是25倍的本益比 那55乘以25倍本益比是多少 1375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1375就是我們對明年的目標價 可是呢萬一明年 如果說明年呢 全球的股市 哇就開始走個噴出行情的話 那可能就不值了 哦 那麼我們就抓 可以抓一下 55塊乘以30倍的本益比 1650塊 這個我不敢講 也不是不可能啦 對不對 台積電兩三百的時候 也沒想過它會到1000 是啊 對不對 那時候什麼 也沒多久的事 對 370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時候呢 大家還覺得 哇好貴哦 然後呢 不知不覺就到600 700多 然後800多 1000 OK 所以呢 我們從這個 我們從它的這個K線圖來看 台積電呢 它其實呢 它已經創歷史新高了嘛 對不對 原本的1080 突破 它原來的1080 是我們的加權指數 在24416的時候 對 所以台積電已經率先 因為它本來就是台灣的龍頭嘛 對 它已經呢 突破了這個創新高了 所以我是認為說 只要沒有意外的話 加權指數應該也有機會創新高 對 在它的帶動之下 是的 領頭羊 對 好 那接下來剛才也提到 在大陸的部分 大陸股市呢 前日也噴出嘛 然後呢 這個撈回速度很快 應該是這麼講 因為他們呢已經 經濟景氣呢 已經壞了一段時間了 一大段時間 尤其是建築業 這方面對他們的傷害很大 那現在呢 因為中國大陸政府單位 相關單位 一直在想辦法 強力的要拯救經濟 那當然一方面要拯救股市 所以呢 會不會成功 這個我們不敢講說 一定會或一定不會 可是呢 有做就有機會 對不對 最怕的就是政府不管 放手 對 放手讓你自生自滅 哇 那個就麻煩了 那既然是現在有 因為大家要知道 因為呢 中國大陸 它畢竟是個共產主義的 這個制度 那共產主義的制度是怎麼樣 就是政府說了就算 政府說我們要做 那就一定會做的 因為全國一定會一起來做 對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 我是覺得他們是有機會 是有機會起來 那他有機會起來之後 誰能夠跟著起來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就要看了 消費性電子產品 應該會先起來 那麼大家想消費電子產品 有什麼呢 有這個像是PC 就是電腦啊 筆記型電腦 還有呢就是手機 最明顯的是手機 那麼 講到這兩個呢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中國大陸呢 最近呢 其實AIPC的 他們這個看起來有蠢蠢欲動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更明顯的是手機市場 那手機是因為為什麼 大家沒有錢的時候呢 大家都不會想要去買換手機 對啊 就能用就用吧 能用就撐吧對不對 那可是呢 一旦有錢的時候 尤其是年輕人就 新款出來了 對 必須擁有 好 那麼現在這個情況 為什麼我說 看起來他們有這個復甦的跡象 第一個 原本大家認為說 iPhone16 蘋果的iPhone16 在中國大陸今年一定會賣得很慘 結果呢沒有想到呢 它的這個比去年的iPhone15呢 它的銷售量 第一個這個銷售量增加了20% 它銷售量成長20% 這個是嚇到了 你知道嗎 就是嚇得蘋果的股價呢 都創歷史新高 那第二個呢就是呢 像是Vivo Vivo也是這個大陸的這個 有名的品牌之一嘛 那Vivo呢 它竟然漲價 它的新機漲價 那去年呢 它的這個舊的機型的旗艦機 是2999塊 這個人民幣 那它今年的出來的這個新機的旗艦機呢 它這漲價到了3299塊 所以呢 它漲價 你敢漲價就表示市場有需求嘛 對不對 你才會敢漲價嘛 所以從這兩方面看來 我們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 其實呢 中國大陸的這個經濟景氣 確實已經開始有復甦的跡象了 那有復甦跡象呢 那第一個受惠的就是消費型電子產品 所以呢 消費型電子產品呢 它要有新機種出來 或是什麼出來的話 它第一個受惠的就是IP 跟IG設計 這是最上游 所以呢 我們就統計出來一些的IP股 跟IG設計股 那尤其呢 因為IP股跟IG設計股 大多數他們的股價 現在的位階都很低 因為在2024年呢 有很多都從年頭跌到年尾 你知道嗎 要跌昏掉了 OK 那因為他們位階很低 所以他們要漲上來呢 那當然這個 只要有理由 他們就有理由來刺激 它就可以漲 所以呢 像是這個IP股裡面有像 這個威盛啊 智原啊 創意四星 M31 還有IG設計的 翔碩創維 OK 然後呢 貌達 那以威盛來講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 之前的這個股價 這個沒有線沒有秀出來 那其實它是從大概這個位置 然後再回去 然後再這樣子跌下來的 這跌得很深啊 那現在呢 當然是它現在在嘗試阻底 因為它現在在一個均線糾結區之中 那只要能夠站上這個均線糾結區 站穩的話 它是應該 技術面上它應該有機會再來一波的啊 那基本面上呢 大家看一下啊 中國大陸經濟景氣若能翻揚呢 消費性電子產品口望翻身 然後呢大家可以看啊 它在7月份以前呢 其實它的這個營收 購買表現其實是不好的 可是呢從8月份開始呢 它的營收明顯增加 到了9月呢 它營收年增值多少 百分之166 然後聽說它第四季的表現會更好 這營收的表現會更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外傳它旗下的一家叫威虹 已經拿下AI邊緣運算委託設計 跟後續量產的一戰式的服務 所以呢它也變成AI概念股 那另外呢它向台積電爭取 明年7奈米的產能 因為現在大家都要搶台積電的產能 就是得台積電得天下 對沒有錯 所以呢它需求量會比今年多兩倍 而且5奈米同樣會翻倍成長 因為你用的這個奈米數越小的話 它的這個利潤越高 利潤越高 所以呢它的毛利率會越高 所以看起來它今年不但今年第四季 那甚至於明年後年 它的成長率都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是那另外還有創緯 創緯呢 大家創緯這是周限 大家可以看 它從去年到今年呢 9月呢一共盤整了多久 盤整剛好一年 很低迷很久 很低迷很久 對 然後你會發現它在這邊漲大的時候 哇這個底部形態就變得很漂亮 一個長期的底部形態 那為什麼會出現 這一波為什麼會出現一波漲勢呢 因為呢 它的這個基本面也是一樣 營收 它是非常穩定的成長 重點在這裡 兩個 第一個呢 它第二季的庫存金額剩下5.83億 比疫情之前還要低 而且呢它存貨周轉天數呢 它正常的周轉天數是5個月 150天 而它現在呢 存貨周轉天數已經降到4個月了 還不到4個月 117天 那表示怎麼樣 表示它的出貨是很順暢的 再過來呢 任天堂呢 它回為7年推出了新款遊戲機 有玩遊戲機的人一定都 都非常的興奮 所以這個貢獻的營收 額外營收 貢獻的三分之一 然後8月份以來呢 三大法人也開始呢 默默的在買超 在持續的買超 所以這支股票我覺得 它只要量價不失控 能夠佔上這一波的高點 161塊的話 它其實是應該還有更高點 可以值得期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大家都是比較慣望 主要就是因為11月初 美國總統大選 那如果說呢 這個大選的結果 也底定了 在這趟大陸的經濟 真的也能夠帶動起來的話 那台股相信 應該會不錯 多頭可騎啊 台積電的1100 就不只是天花板 對 它就會變成地板 是 所以當台積電 它只是個地板架的時候 大盤指數 對 相當有機會 應該就有機會來 這個再創歷史新高 是好今天非常謝謝 永林哥的上節目也謝謝大家收看雨前同行 接下來的工商服務時間 請大家跟我一起看好看嗎 收看雨前同行 不只能夠聰明理財 還能夠聰明消費 推薦給大家 中天保養品牌 KS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隔離防曬一瓶搞定 365天 抗光抗老化 請大家多多支持 下單請輸 CTI999 享有折扣優惠 完整內容 一起來看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謝謝你 自己掌握 你 小心 謝謝你 幫我